大家好 有美斯 怎可以無侍郎呢? 同一天 在美斯正式宣告今屆的世界盃 吃完了 不吃了 回家休息了 司朗也帶領葡萄牙一比二不敵烏拉貴 所以大家的焦點當然放在兩位一代球王 統治了這個球壇十年左右的 美斯和斯拉拿道的離開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下一屆 如果我沒有記錯 下一屆應該是34和37歲 但這個數字可能有偏差 所以未必是他們會計劃下一屆的世界盃 大家當然有比較多的期望 可能是 但斯朗今年的狀態 整個身體質素仍然非常好 會不會其實還有些機會 下一屆也看到他們 不重要 我想大家想看的是當下 烏拉貴對葡萄牙 由於時間沒有那麼漂亮 兩點鐘 所以我猜大家 未必所有人都會 看得到這場球 這場球其實 雖然我們的焦點放在斯朗離開 今屆的世界盃 終於跟美斯相遇在機場 本來打算相遇在八強 現在就相遇在機場 但是我們應該要 更加好地評價烏拉貴 因為烏拉貴這隊 真的非常之 令人意外 或者反過來 根本就不意外 我之前在A組那次的分析 都已經說了 這隊球其實在小組賽 從未失過球 打出來是很輕鬆 世界盃其實 踢到極限 都是踢七場 頭幾場 扯得很厲害 會不會令到後面 墨氣 或者不夠力 或者腹底撻得盡 但是烏拉貴 或者 法國 在小組賽 都是相對輕鬆的 所以令到他們 可能有機會越走越遠 不過當然下一次就是這兩隊在小組賽踢得很輕鬆 而在八強都分別踢走一個球王的 對決 所以只有一隊可以走得更遠 好 那就 講一下 昨天的長球 烏拉貴 當然焦點都放了在蘇華雷斯和卡文尼 但其實也不是很公平的 因為如果大家 認識歐洲強隊 當然高丁和詹美利斯 都是大家會認識的 一隊相當好的馬體會中建 你知道馬體會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防守 可以守到 連巴塞和黃馬都贏不了 那種強橫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是 不是整隊球都是馬體的體系 可能會有一點不同 但是 你看到昨天烏拉貴的防守 是很穩健的 首先我們可以說回 這個葡萄牙 打這個4-4-2 都是很傳統的 那麼 左馬尼奧 左翼 班納道斯華 右翼 Villiam和 Arian 中場 何西方迪和 比比搭主中堅 都是一隊老的中堅 列卡道 左閘 和拉菲爾 就是這個 左閘是拉菲爾 右閘是列卡道 那蘭迪斯 就是烏拉貴的右中場 那 其他那些我不是很熟悉的 我亦不是廣播佬 所以我無法 逐個逐個都介紹給你們 我自己看下去 或者感覺 就是 其實一開始 烏拉貴都想 搶攻 而事實上亦都好 因為在七分鐘 做了一個 可能我們平時只會在足球小將 或者在漫畫才看到 例如在足球風雲裡面的 那些叫什麼 大三角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白石建議交給 平重華廣 再斬入 給田中俊義 那麼他就簡單一點 兩個人做 卡雲尼 在右邊 大約中圈過了一點點 把球一斬斬給蘇瓦雷 在左邊禁區頂左 有個蘇瓦雷斯 一拿 其實他的球很厲害 因為是剛剛 錶過了列卡道的頭 列卡道是要退後 看 結果就是蘇瓦雷斯已經拿了 所以要防 但是蘇瓦雷斯因為實在太好扭 那麼列卡道不能錶 變了就可以讓他 擺軚 蘇瓦雷斯一擺擺軚 我其實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因為他是有網過禁區的 原來卡雲尼已經插進去禁區 大約一小禁區左右 蘇瓦雷斯就立刻斬到他那頭 卡雲尼已經衝過去 過了河西方敵 然後一頂就入了網 非常漂亮的一個大三角撞場 你可以說 當然要讚的就是卡雲尼 這種前鋒的意識就是 我斬完那球就要入禁區 很多球隊 一把球放在邊線 他禁區裡面是不夠人的 但是烏拉閣在這次的進攻裡面 是沒有這個問題 戰局之後就 膠著 因為葡萄牙花了很多功夫 嘗試去進攻 但是也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 成功地 侵略到烏拉閣 我覺得沒有什麼方法 成功侵略到烏拉閣的意思是 真的沒有多少 令你印象很深刻的賣門 他們全場射了二十次球 七次是off target 其實有大約超過一半是 又不能夠說中龍 因為中龍只有五次 其他那些是什麼來的 就是Block Shot 證明了什麼呢 就是烏拉閣去封截對方的射門 是很有把握 還有做得非常之好 平時我們全球說遮線 遮了一條漂亮的線 對方自然就交不了 而一個好的球員 甚至乎可以遮到兩個 對方要交的兩條線 因為他可能站在大約那個交叉位 或者可以逼他去一個 遮了一個漂亮一點的線 讓對方必須要交一個沒那麼階的選擇 這些都是高的 高強的防守球員才能做得到的 而八個Block Shot 證明這班烏拉閣的球員 是真的相當之障事用命的 我們經常看平球 很多時候都會說 進攻是怎樣 我們這次你看到我們的標題 防守是王道 烏拉閣的防守是相當之出色的 其實昨天的Possession 大約是 六成多接近七成是葡萄牙 很多時候的球都是由葡萄牙去做 主攻的 即使你講到頭鎚那方面 烏拉閣是比較弱的 葡萄牙是比較成功的 無論是進攻還是 防守的頭鎚 都是以葡萄牙去先 但是他們做的 Block Shot和 Clearance 即是清的球都是 做得非常之好 四位主力的 這個 後防 即是後防線的四名大將 總共做了二十次 是二十次的 Clearance 另外再加上 是八次的 Interception 加上十次的 Tackle 你就會看到這群球員 他們的防守是多麼厲害 另外再加上 杜利亞利 即是他們的防守中場 亦做了兩次的 Interception 四次的 Clearance 和四次的 Block Shot 即是說他們的防中 做得 Cover的位置是非常非常之 美麗 所以 防守的體系 因為有時不一定防守就等於拍大巴 而且一定就等於悶 不一定會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烏拉圭那種拼命 是真的相當之 無論是佈防 站位 那種 那種專注 因為防守是沒辦法一個人做的 尤其是面對對方很多人進攻的時候 你一個人是一定 一點事都做不到 所以就變了你需要很多 不同的走位 配合 什麼時候是討論人 什麼時候是斷線 等等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學問 另外 當然要盛贊的就是 兩位中堅 他們昨天做的事是非常安全 其中一個 一個角可以稱讚是何西茲美利斯 何西茲美利斯昨天交的球是100%那麼準 即是那個passing的accurrency 的percentage是100% 我第一次看到 當然我很少經常去看數據 但你會看到 一個球員可以交到一場球是100% 即是27次全球都是100%成功的話 即是說他們那種 那種專注 雖然可能他是交一些簡單的球 但最少他不會亂禁你 因為烏拉貴今天的工作就是防武 最重要的是防武 我猜大家都想看看 看看施朗究竟是怎樣 昨天施朗拿道 不算 相當 相當之 出色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 有看場球都知道 他都很努力 但六次射門 只有一次中龍門 這個對於他來說 應該不是一個相當之 不是一個理想的 不是一個理想的數字 射出來的效果都 不漂亮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強硬的射門 你看到他有幾球 是嘗試扭過了 擺脫了 擺脫了一個 對方球員的糾纏 然後 很遠在禁區頂 就已經嘗試射過去 他昨天比較集中的位置 是在禁區 即是對方右邊禁區 即是自己左邊 對方禁區頂左右 是他最活躍的範圍 亦都在那裡 叫了幾下 右腳 就放過去 這個是 不會是一個好的 射擊的一個距離 因為 你要有很多的機會 你才可以成功地射得到 他六次的射門 六次的射門 其實都是有些 不是很 不是很 那些叫什麼 不是很 有把握的 一次中龍門 其實就是在 俄眉宇頂對出 另外有 其餘三 其餘五次 都是在 中間 至左邊的 俄眉宇 以及禁區頂 全部都是一些 超過 二三、四碼的 遠距離射門 他昨天是 一球都沒有機會 可以在禁區裡面 埋門 你可以看到的 或者可以推斷得到的 是兩樣東西 就是 禁區裡面 有很多人 錁住他 或者裡面 已經有很多人 而事實上 Block shot 連球基本上 都進不了禁區 你就可以看到 烏拉圭的防守 是多麼緊密 而他們那種打法 是相當之 有默契的 就是 球一 Block shot 或者Intercept 之後 他們就會掉上去 因為蘇亞雷斯 第一下控球是相當之好 從來都好 可能現在他的年紀老了 所以未必有那麼多爆發力 但他的第一下控球很好 導致他比較容易 烏拉圭比較容易 把球 停一停在半場 要是打快攻 要是慢慢把球 等對球重新押上去 所以你看到昨天不會出現 可能好像瑞典 德國打瑞典 德國打南韓 或者 阿根廷打冰島 這一類 所有球員把球 勾上去 又是對方重新攻過的 這樣的畫面 是相對比較少 這個當然要靠前鋒的 個人能力 但是 不可以不同意的就是 烏拉圭打的 是一個相當之有默契 因為他們是 我另外一球很記得的 就是有一球 卡雲尼 在後場拿到球 他剛剛 其他隊友解圍 把球給了他 他是 好像看都不用看 一下子就由大約自己的左禁區頂 一拼一拼過去 另外對方過了半場後的右邊 邊峰位置 原來蘇瓦雷斯已經在那裡 我最初以為 要勾斬 準備 大腳腳踏 又被攻 原來不是 然後蘇瓦雷斯就在 邊線上跟別人 試試武良 你就會看到 烏拉圭在 整個 默契的建立上 做得很好 所以 防守是黃道 就不等於我支持 拍大巴 但是我認為 烏拉圭這種比較 穩健之餘 也有 適當地 做這個 進攻 是 令人看得很悅目 事實上 第二球 卡雲尼的攻入 亦都是這樣 一個球 大約在中場 還是好似保守 一筆筆上去 其實前面有三個人 停了一個球 中間就是蘇瓦雷斯 又左邊就是卡雲尼 一 交交過來 接著就已經推順 接著就可以 準備埋門了 那球球 不過我自己個人覺得 其實這個 帕利斯奧是有少少 站得太近 近處 但是 卡雲尼的球球 是燙得漂亮 亦都是無話可說的 所以 二比一這個局面 把另一位球王都送去機場 就 沒得好說 因為畢竟對方是打得優勝過葡萄牙的 可能又是時候換代 上屆的歐洲國家會已經被葡萄牙拿了 亦都 是時候要轉一轉 在未來沒有斯朗拿到的情況之下 究竟葡萄牙可以是怎樣 會由哪一個可以 取得到 自從 由西比奧可能隔了一段時間才出現 雷哥斯達 廢高這一代 然後廢高等沒多久 就有斯朗這位球王 然後 好 斯朗 就算不是馬上走 可能他也會 淡出的話 他又會 什麼時候才會再有新一位 天才球員呢 就要看看葡萄牙自己的做法 今晚就會有兩場 主辦國下線 主辦國第一場 俄羅斯對 近年來的歐洲王者 西班牙 另外 硬一點 有一場超級黑馬克 俄羅斯對丹麥 看來 論牌面就應該沒有什麼懸念 但是呢 我也想看看一些新的東西 希望俄羅斯可以給大家一些有趣的東西 雖然如果只看分組賽 你看到他對烏拉圭祥 你看到他會見頂 另外黑羅地亞會不會 在分組賽取得太盡 即是 舊給丹麥呢 那就真是 希望不好 因為黑羅地亞的球都很好看 好 今節到這裡為止 下一次就會 是16強的 剛才說的兩場 再會 如果踢到кість 或者 你可以 谢谢观看